大概很好判斷 才大概上週有一個 有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 來給我看 那我也是看到嘴巴有紅點 那時候都還吃得下發燒 我跟媽媽說你回去注意 可能是腸病毒 那過兩天 可能會有一點點疹子出來 不要太緊張 結果過了兩天 她回來找我 她說那個醫生那個 我看她疹子好像不是一點點 那我該不該緊張 那我有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天啊 是 她那個 手已經是密密麻麻的 她太客氣了吧 這樣還怕 是... 她還很客氣的回來說 醫生妳有跟我講會有一點點 那這個看起來好對話 一點點... 是 對 就滿天心 腸病毒現在已經進化成這樣 也不只手腳了 很多人在全身都有 天啊 連大人都是喔 不是只有小孩 長到都是看起來會起雞皮疙瘩 其實重症跟長疹子的多關 不一定有關係啦 所以這樣雖然說 疹子看起來很可怕 可是重症一般還是怕她 跑到腦部去 或者是跑到心臟 所以如果說精神不好 有抽筋 這個還是比較危險的 那像這種疹子 但是要小心 現在的長病毒有一個特色是 出了疹子以後 很多會開始脫皮 大量的脫皮 然後嚴重一點會掉指甲 所以有的人在過 就長病毒得完一兩個月之後 指甲會掉 不過它不會痛 就是指甲就整塊掉這樣 然後就發現小孩來 都沒有指甲這樣子 就只剩那個床 就剩牙床 就架床這樣子 那沒有指甲 那可是它過個會再長出來 會再長出來 會再長出來 但這個部分就是這個過程 在大概可能十年前的長病毒 我們幾乎沒有聽過這種狀況 對 就是現在的長病毒有 它也一直在演進 對 所以就是請大家要 回去來小孩 因為長病毒 你在捷運摸個手扶梯 它那個病毒它離開之後 它會在上面停留六個小時 可是酒精對糖病毒沒效 所以它比較有效的是用那個 稀釋的調白水去消毒 那洗手要用肥皂洗手 才是正確的 所以就是請大家如果出去 要吃東西前 一定要讓小朋友 徹底的洗手 這是很重要的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請多個腦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